特朗普已承受不了农民的压力?向中国赴京请罪 7月23日,中国再次取消16.5万吨美国大豆,累计取消78万吨的订单,而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截止6月美国肉类总冷藏量已经超过21.5亿斤。据相关数据统计,美国农民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 而近日,美国方面突然传来一个爆炸性消息,不少也为人士猜测,美国此举或是主动向中国示好。 在中国多次取消美国农产品进口订单之后,7月26日,美国方面突然传来一个爆炸性消息,未来降低或取消烤面包机、化学品及其他大约1660种美国以外地区生产商品的进口税。 不少业内人士猜测,美国此举或是主动向中国示好。 继大豆之后,中国取消美国小麦、玉米、肉制品订单。 在过去的2017年,美国向中国出口了约3250万吨大豆,总价值超过139亿美元,但随着中国宣布减少或停止采购,这些美国大豆正逐渐退出中国市场。 美国农业部数据报告显示,今年6月,中国累计取消了61.5万吨美国大豆订单,而7月23日,中国再次取消了16.5万吨美国大豆。 另外,据路透社报道,今年秋季,中国大豆进口量仅占美国提前采购量的17%,相比过去10年平均水平下降了60。 除了大豆之外,美国其他的重要农产品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美国小麦已经成为继大豆之后的又一个受害者,中国目前已改从俄罗斯、巴西、欧盟等国家进口。 另据相关人士透露,目前中国买家还在大量取消美国玉米订单,仅1月取消的订单就高达4000万美元,据预计美国今年将有70万吨玉米销售无门。 就在美国农民已经焦头烂额之际,美国又以严重依赖中国市场的商品也遭殃了。 据美国农业部本周一公布的6月冷藏库数据,美国肉类总冷藏量已经超过23.7亿磅,约合21.5亿斤,超出一年前的储藏量。 由于中国买家的购买欲望大大减少,美国猪肉等肉类无法销往国外,导致美国超市不得不进行打折促销。 美国农民损失数百亿美元,美国终于主动向中国示好。 在这场愈演愈烈的贸易风波中,中国减少美国农产品进口,多次取消美国农产品订单让大豆、玉米和猪肉等美国农产品惨遭打击,也使得美国农民损失惨重。 据相关数据统计,美国农产品出口受挫之后,美国农民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 为了弥补美国农民的经济损失,美国方面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 7月24日美国农业部消息,为了给农民截燃眉之急,美国农业部为农民提供了120亿美元的一次性紧急援助,以弥补农民在贸易纠纷中的损失。 与此同时,美国还与欧盟重新达成了贸易协定,尽管美国做出了罕见的让步,但美国也获得了一项实实在在的好处,欧盟可能在未来一年最多进口一千万吨美国大豆。 但是,美国农民却似乎不买账,甚至抱怨美国这些举动治标不治本,根本解决不了美国农产品出口。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每年的大豆进口总量就高达九千万吨,如果再算上其他农产品,中国市场对美国的重要性几乎无可取代。 眼看着美国农民的怨气越来越重,作为农业大国的美国似乎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 据路透社消息,美国降低或取消烤面包机、化学品及其他大约1660种商品的税率并不寻常,因为这些商品中几乎有一半是中国生产的。 看到这里,美国突然减低进口商品税的意图就很明显了,美国此举很可能是向中国买家传递了一个信号,我们真的撑不住了,现在愿意重新进口中国商品了,你们是否也会考虑重新进口美国农产品呢? 中国农业新闻网粉丝突破50万。一篇文章阅读量突破330万的网站。 中国农业新闻网介绍,中国农业新闻网是全国唯一一家具有中国农业新闻网合法名称的农业专业网站。 中国农业新闻网十分重视网站保护中国农业新闻网 中国,中国农业新闻网。com,中国农业新闻网。cn,农业新闻网。 中国,农业新闻网。com,农业新闻网。cn,农业新闻。 中国,农业新闻。com,农业新闻。cn等都属于我们公司。 对中国农业新闻网进行了很好的保护,使那些假冒中国农业新闻网的网站无地自容。 随处新媒体的出现。 中国农业新闻网。 有理所当然拥有了中国农业新闻网腾讯公众号、中国农业新闻网百度直达号、百家号以及各主要网站微博,以及百度、360、搜狗、碧莹、知乎等注册用户均属于中国农业新闻网。 投条号中的农业新闻集是中国农业新闻网轻轻打造的,便于搜索和关注的投条号。 谁有思想,谁有发展思路,谁能让企业腾飞,谁就会拥有未来。 我们在农业网际网络行业心情耕耘近20年,我们拥有含金量十足的国家发明专利,国家科技创新立项,以及未来农业网际网络的发展思路。 中国农业新闻网的成立,包括对所有域名的保护,足以证明我们的前瞻,中国农业新闻网不靠收取费用运营到今天就足以证明我们的实力。 1018是农业网际网络腾飞的一年,农业文化产业网络媒体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上市,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正在行动。目前国家处于和谐共赢,共同发展的大时代。 谁都知道依靠强权,单打独斗不可能拥有未来。 希望友谊合作,共谋发展的有识之势,拿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具体方案,共同把中国农业新闻网办好,为我国农业发展出力,为我国农业网际网络发展出力。 7月23日,中国再次取消16.5万吨美国大豆,累计取消78万吨的订单。 而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截止6月美国肉类总冷藏量已经超过21.5亿斤。 据相关数据统计,美国农民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 而近日,美国方面突然传来一个爆炸性消息,不少业内人士猜测,美国此举或是主动向中国示好。 在中国多次取消美国农产品进口订单之后,7月26日,美国方面突然传来一个爆炸性消息,未来降低或取消烤面包机、化学品及其他大约1660种美国以外地区生产商品的进口税。 不少业内人士猜测,美国此举或是主动向中国示好。 继大豆之后,中国取消美国小麦、玉米、肉制品订单。 在过去的2017年,美国向中国出口了约3250万吨大豆,总价值超过139亿美元,但随着中国宣布减少或停止采购,这些美国大豆正逐渐退出中国市场。 美国农业部数据报告显示,今年6月,中国累计取消了61.5万吨美国大豆订单,而7月23日,中国再次取消了16.5万吨美国大豆。 另外,据路透社报道,今年秋季,中国大豆进口量仅占美国提前采购量的17%,相比过去10年平均水平下降了60%。 除了大豆之外,美国其他的重要农产品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美国小麦已经成为继大豆之后的又一个受害者,中国目前已改从俄罗斯、巴西、欧盟等国家进口。 另据相关人士透露,目前中国买家还在大量取消美国玉米订单,仅1月取消的订单就高达4000万美元,据预计美国今年将有70万吨玉米销售无门。 就在美国农民已经焦头烂额之际,美国又已严重依赖中国市场的商品也遭殃了。 据美国农业部本周一公布的6月冷藏库数据,美国肉类总冷藏量已经超过23.7亿磅,约合21.5亿斤,超出一年前的储藏量。 由于中国买家的购买欲望大大减少,美国猪肉等肉类无法销往国外,导致美国超市不得不进行打折促销。 美国农民损失数百亿美元,美国终于主动向中国示好。 在这场愈演愈烈的贸易风波中,中国减少美国农产品进口,多次取消美国农产品订单让大豆、玉米和猪肉等美国农产品惨遭打击,也使得美国农民损失惨重。 据相关数据统计,美国农产品出口受挫之后,美国农民的经济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 为了弥补美国农民的经济损失,美国方面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 7月24日美国农业部消息,为了给农民截燃眉之急,美国农业部为农民提供了120亿美元的一次性紧急援助,以弥补农民在贸易纠纷中的损失。 与此同时,美国还与欧盟重新达成了贸易协定,尽管美国做出了罕见的让步,但美国也获得了一项实实在在的好处,欧盟可能在未来一年最多进口一千万吨美国大豆。 但是,美国农民却似乎不买账,甚至抱怨美国这些举动治标不治本,根本解决不了美国农产品出口。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每年的大豆进口总量就高达九千万吨,如果再算上其他农产品,中国市场对美国的重要性几乎无可取代。 眼看着美国农民的怨气越来越重,作为农业大国的美国似乎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 据路透社消息,美国降低或取消烤面包机、化学品及其他大约1660种商品的税率并不寻常,因为这些商品中几乎有一半是中国生产的。 看到这里,美国突然减低进口商品税的意图就很明显了,美国此举很可能是向中国买家传递了一个信号,我们真的撑不住了,现在愿意重新进口中国商品了,你们是否也会考虑重新进口美国农产品呢? 中国农业新闻网粉丝突破50万。一篇文章阅读量突破330万的网站。 中国农业新闻网介绍,中国农业新闻网是全国唯一一家具有中国农业新闻网合法名称的农业专业网站。 中国农业新闻网十分重视网站保护中国农业新闻网 中国农业新闻网 中国农业新闻网 CN农业新闻网 中国农业新闻网 CN农业新闻网 CN农业新闻 中国农业新闻 CN等都属于我们公司。 对中国农业新闻网进行了很好的保护,使那些假冒中国农业新闻网的网站无地自容。 随处新媒体的出现。 中国农业新闻网 有理所当然拥有了中国农业新闻网腾讯公众号、中国农业新闻网百度直达号、百家号以及各主要网站微博,以及百度、360、搜狗、碧莹、知乎等注册用户均属于中国农业新闻网。 投票号中的农业新闻集是中国农业新闻网轻轻打造的,便于搜索和关注的投票号。 谁有思想,谁有发展思路,谁能让企业腾飞,谁就会拥有未来。 我们在农业网际网络行业心情耕耘近20年,我们拥有含金量十足的国家发明专利,国家科技创新立项,以及未来农业网际网络的发展思路。 中国农业新闻网的成立,包括对所有域名的保护,足以证明我们的前瞻,中国农业新闻网不靠收取费用运营到今天就足以证明我们的实力。 2018是农业网际网络腾飞的一年,农业文化产业网络媒体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上市,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正在行动。目前国家属于和谐共赢,共同发展的大时代。 谁都知道依靠强权,单打独斗不可能拥有未来。 希望有意合作,共谋发展的有识之势,拿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具体方案,共同把中国农业新闻网办好,为我国农业发展出力,为我国农业网际网络发展出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